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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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來到周更中的S行者 這次帶大家來到 南投仁愛鄉荷環尖山 荷環尖山海拔3217公尺 登山口有南北兩側 本次我們自 荷環尖山南側登山口上山 南側登山口位於 荷環山遊客中心3158CF旁 自登山口踏步而上 先是一小段木造階梯 隨後而來的是原始岩塊 及土路交錯的路徑 約末半小時可上山頂 又是一條短而美的高山路線 就讓行者帶著大家一起 健行去吧 荷環山於民國45年 僻建中橫公路支線 自霧社連結至大嶼嶺 使得原為泰雅族原始列車 和荷環山區 自此對外開放 此區地形地勢獨特雄偽俊美 加上交通方便及四季風景特色 成為國人最易親近的高山 和荷環山遊客中心前身為和荷環山莊 日本時代則為石門景觀住在所 遊客中心臨近皆為荷環山主要設施所在地 如松雪樓、滑雪山莊、寒訊中心、停車場等 自2019年開始 和荷環山山區由於旅客日增 各處停車場也開始進行整建徵修工程 如武林、昆陽以及小風口停車場等 今年由於疫情關係 即便平日向山要求一車位更是難如登天 每次上網武林即時影像查看停車狀況時 更是被洶湧人潮這到完全看不到 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啊 為楚高海拔的荷環尖山及鄰近高山步道 四季景色各不相同 台灣冷山與高山杜鵑春季含苞待放 夏季則有登山人群熱鬧不已 秋季上山觀雲海觀星 冬季則是賞雪看山景 不同時節有著不同活動 成為人潮最興盛的高山山區 高山山區活動要注意溫度及高度 雖然河灣尖山距離僅約400公尺 自登山口至山頂約30-40分鐘 但若是體力不足或者睡眠不夠的山友 還是要注意需緩行而上 而腹地不大的山頂 觀景之時也需注意腳下位置 避免跌落受傷了 若喜歡影片歡迎點贊、訂閱、分享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 S行者 我們下週見 謝謝大家 請見 謝謝大家